第二阶比赛 山东队再次换回了哈德森 赵海罗 哈德森都在上面 今天张辉到现在还没上 看来张辉可能是有点伤 这个球 赵海龙想要裁判给周琪一个挥肘 帅贞富人 第一反应 吹是吹的防守犯规 他可能是吹了赵海龙先顶着动作 有一个 晚上周琪顺势一个划船动作 是 双方犯规 双方犯规都吹了 还真是被他吵到了 赵海龙最后要到双方犯规 也算是不亏 周琪动作太大,太大了,也两次犯规了周琪,一次掩护犯规,两次都是进攻犯规的。 周琪本来个儿就高,一抬胳膊那个肘就在别人脸上,确实动作比较危险。 好船,刚才尤纳斯,这个是他的特点。 对,内船内,原来的山东,陶汉林跟原来的吴可在上面,他们也有的,高举高打。 所以今天这两个,吴莫太吹,周琪在南下。 那赵海人的身高要差好多了。 对,赵海龙其实是一个四号位。 对,连打两个犯规。 吹的是哈德森吗? 吹李静宇还是吹哈德森。 这一截的犯规太快了。 39秒三次犯规。 两伐。 今天打到现在,唐财玉已经10分。 算上这一阀,11分。 走 张大鱼在场上还造成了对手四次犯规 这种数据很可怕 哈德森 陶汉林在上面就不行了 这一下好不容易啊对后把这球拆出来 陶汉林的这个特点打新疆这俩内线确实有点吃亏 莫泰好球 这俩一拳一拳配得很好 埃斯特哈德森干拔三分 抢篮球的时候有犯规 你竞云选择 李静宇上来打了一会儿呢感觉不是很好还是调整下来 我李静宇的特点很明很明确的啊他就是三分三分他今天能头开了多打一会儿是头不开他就少打一会儿 他小镇容的时候呢有时候李静宇还能给放到四号位上对让他站一会儿 现在新疆还是用战术发动战术可以发动 好球 掩护没有挂上直接挡蓝底好球 余德豪 哈德森好球啊 他现在用余德豪去防呢他的个矮一点 因为唐采宇的体能下降太多了打到现在没下休息不够是 所以他换一个量的防守 漂亮 好球 干扰球 新疆队刚才这战术是完全打出来了 快速的传导球 四次传球到篮底 碰不上他 没问题 哈德森 好球啊 对着那墙头啊 现在呢打这个四节四人刺 像过去在辽宁那样让他一场比赛打40分钟的时间也很少 对 让他打二多分钟三十分钟 我觉得他的这个体能还是完全没问题有保障的 然后现在的用能也有限制 四节四人刺 所以他很少用双外圆的 所以他的必须要两个轮换着用 所以他的对他的体能相对来说能够好压力小一点 负担上面轻一点 对 新疆队把余德豪换一下 再找陶汉林 又下手 防得很好的 又下手 其实这位置上面刚才陶汉林接球呢威胁不是特别大 对 我走起一般不要失位 陶汉林很难能够打他的 是 好 又一个连中三个 哼这状态 现在就是在靠他这一边 嗯 他这种 百步穿扬百发百中的状态恐怕不能够延续一整场比赛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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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ür Für Ms D 保存第一球抢得非常凶 我们看是小高抢到了 公子媛 是针球 再看一下 看针球还是出界 身体压线了 身体压线了 出界了 出界了 也是被对手打了一个6比0 唐财玉利用掩护直接就扔 再来 篮目球 陶汉林的 哈德森 好球 早出手 我现在呢 为大哥的风格能斗很强 现在外线的上篮就有要求 不是跳得很好 早早的像撩上去撩头一样 是 然后他的打板的点又很高 所以就很难盖 这也是我们的外线技术要练的 同样是外线队员到篮底这一下的 这个抛射 新疆队这边刚才就差一点 看看三分球有没有 投进了 阿道也叫暂停了 让人打了一个11比0 再看一下 赵海龙转到篮底 刚才7号留意 三分投进 三中外线都打开了 都打开了 哈德森这个点一开呢 各个点都开了 今天现场没有推阿岛这个时候说话的内容 阿岛是在场边布置上面非常有意思 阿岛那个语速感觉非常非常的和华 你被人打11比0 阿岛听他那个语气听不出区别了 哈德森呢 防哈德森呢 你又后面追 他又投又突 是有但是你必须后面追 那要你追的话呢 至少能投突 他只能选一样 你现在他又能投又能突 所以对防守压力就比较大了 是 这一截哈德森11分 三分球4中3 外加一次助攻 一分必胜 回来先看看进攻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进攻上面呢 打到现在上一次的运动上得分 还是篮底那一次莫泰和周琦的配合 现在新建的竞争内线要抓住 他的优势要发挥出来 高举高达两岸 你不要老在外面蹭 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 要多给内线创造一些机会 是 切得票了 还是哈德森 这球到篮底呢 唐才育认为这是一个犯规 哈德森防他呢身高有点对不上唐才育 对 现在还就是哈德森在防唐才育 两样都是你防我我防你都是主要的分色 挺有意思啊 他这次遇到防了队就在后面追 嗯 你让其他人去出手 因为现在哈德森手感很好 嗯 所以尽量让其他人去出手去 是 对 对 与得好 对不起 唐才育啊 唐才育这下突破呢 球被切了 啊 那么犯规了 拉锁了 二十八 二零 偷银 呃 陶汉林个人三犯 这可能吹吹的是哦是陶汉林给他三次犯规了 三次犯规 三次犯规 呵呵呵呵 很郁闷 觉得自己今天进攻还没发挥啊 但是犯规呢已经在限制他的出场的延续性 再次换回贾城 贾城在内心的防守的力度啊不如陶汉林啊 又来了 又来啊 又来又来啊 这组合的新疆要抓紧要上分的 再扣住他的内线多加强进攻 是 新疆的联德四分 哈德森还是他来 这次的三分球呢 哈德森示意对方的身后有打手犯规 没有吹 哎 怎么把内线让出来了 这球也没上进 还没想到这个机会那么容易出来 是 错过这样的球 曾令旭不太应该啊 篮底贾城 补篮没有 好球机会出来了 好球 曾令旭现在的这个三分球 和他职业生涯早期的这个三分球 提高非常非常多 原来他不是一个擅长投三分球的一个队员 因为这两个赛季呢 因为他在后卫上面他比较缺人的 所以呢 这也是给了他很多的机会 是 要让他有更多的担当 所以他现在的进攻呢相对说果断一点 是 这个赛季他三分球命中率来到了45% 他之前职业生涯最高的一个赛季是39% 45%的这个命中率太高了 这两个内线拉得太高了 嗯 你没打到点上现在 是 哈德森 高适岩 这一下到篮底呢 机会是打出来了 但是面对莫泰尤纳斯还是没有打进 哦 哦 那这样打平了 转换进攻 真行啊 这个周琦呢换人了换人不够坚决 这个就换人了 你贾成他也在外面投 你用小哥暂时防一下 是 好 打到点了 打到莫泰这个点上面 贾成的犯规 现在要到罚球了 三节犯规已经满了 这时候呢我们说你这节开始 三十一秒三次犯规 这来得太早 今天打到现在山东队这一边 陶汉林三次犯规 贾成三次犯规 今天他报名十二个队员里面 只有这三个内线队员 再加上一个焦海龙 焦海龙其实还是个四号 所以在周琦跟莫泰两人在场上 现在要多给他们创造一些机会 是 你要把他们翻回打得越多 你下半次就轻松了 是 四发中一 那行 这二发中一算是正常的 正常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莫泰尤纳斯在上海队的第一个赛季 当时在场上耍那个小伎俩 这个关键球 假装受伤 然后让地步队员上去爬球 好球 边角三分 再中 还是刘毅 媒体大的这个前锋 人家投了两个了 两个了 哈德森投了三个 他投两个 是 Sharry走不伟丽 走不伟丽 爱自卖提 刘毅是今年选球大会上面 第十顺位被选中的运动员 今年的北体大 他和杨浩哲都是进了CBA 他的这个能力在山东队呢 现在也是颇为得到认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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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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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外 对 拉开一点 走 哇 莫泰自己举手吃鱼 这球没闯好啊 现在新洋呢 他在木泰拿起来 他在包夹的时候呢 新洋对的人呢 散的空间没拉开 传在郑林区 郑林区上面还有一个人 木泰这一次几乎就没人 他那么这个传球的空间没拉开 所以给他传球造成困难 冠军三分 贾成投进了 今天山东路的外线三分是真准啊 我信仰呢 他现在是不此时彼 那么现在要解决之后呢 就是说要么就坚决换了换到底 你不管小个防大个大个防小 你防到底 我现在他都在外面投 你看贾成内线几乎没有得分 对不对 你两个内线都 郊海龙也没在南下得什么分 全部在外面 所以你就把他当成外线 坚决换了 那这样你把他三分就论得 你这一节的三分投了太多了 是 你每一次你尽管你也得分 在一个你两分一个三分 你本身就落后了 是 这一节山东队进了六个三分球 对啊 让哈德森和刘毅下来休息 换回曼宁哈里斯 贾成 刚才应该是个人第四次犯规了 再往下真要让李静宇来打四号位了 真没人了 真是真是罚不进 五中一 他这个罚球和青岛队的那个斯蒂马克 两个人有一拼啊 哇 知道自己 还要投进 一犯规也罚不进了 是 但山东现在也不敢犯规 犯规刺激太多了 对 曼宁哈里斯 带到外线 焦海龙 篮球 甲城的 又被盖下来 今天焦海龙啊光吃帽了 焦海龙呢 他这他本身的弹调也比较差一点 所以他这篮下一般要起来比较难 今天被周琪盖被莫泰盖啊 真行 哈里斯 还是单干 进攻时间快到了 投这一个三分球 最后呢 那边也没有能够撑到 球权还是新疆队的 现在新疆又是个年轻的内心 对 热福卡迪江 下边还坐着新疆的这个浓眉哥啊 这个 卢土不拉 荣辩哥打得少一点 是 郭总 渡辘区 今天个人第三个三分 他时间逃的 莆选纳斯 蓝底华尔兹啊 这是莫泰在场上招牌 但是 转了很多次之后 最后这一下子上篮也没有能够上进 外线空位三分不中 看山东的反击 看哈里斯 这样的强头 他这个能力不如哈德斯 哎呀 他这个强头 其实对面现在周旗不在上面 他这身高呢可以往蓝底打 对 又吹甲城吗 吹甲城呢 甲城午饭了 叫海龙下去休息了一会儿又回来 刚下去又上来 刚下去 摸他给他下去了 歇一切了 高士颜也回来 下一个 农民哥上来了 现在用两个年轻的 背线 今天打到现在呢 16号朱传宇还没上 也是一个2米2的大个 今年的CBA联赛 朱传宇包括清早的卢传青 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特别高的内线 转边看看麒麟的三分球 麒麟其实也只是第二年大联赛 这样的一个表现 这样的一个水平 还是相当成熟的 被点起来了 哎这下哈里斯没上进啊 这队员真是 有时候有一些令人感觉匪所思的失误 应该要自己来 好球刚刚这简单球打不进 2加1倒是有 他已经起步了 已经起步了 刚才郑林区这个事故呢 他想快打一个争取两次竞争 所以这个球没处理好 是反过来给对方的有两次进攻机会 所以像这种犯规呢 一定下的要狠 嗯 你不能摸一下 他已经起步了 一定下来 你最多罚两次的 不都能2加1的 是 是 所以这也是年轻球员的经验不足的 24.5秒 新疆队呢 应该会压时间了 尽量不给对手再留一次进攻 升进去 那组的进攻啊 现在球都在他这里 最后没有组 比较生涩啊 这个球出于人的 刘立鹏只能自己来了 啊 最后是扔了一个篮外通心 那今天的上场比赛结束了 上场比赛 两队打了一个不高的比分 目前在场上新疆队保持领先 但是领先优势也相当有限